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2022年1月15日 美國海軍奈華達號戰略核潛艇 攜帶上百枚核彈頭現身關島 被指向中共和北韓發出一份無聲聲明 同日,美軍航母和兩棲攻擊艦編隊 現身南沙群島附近,開展聯合演練 2021年以來,美航母南海活動次數頻繁 幾次上演了回馬槍,實戰部署的意味加強 美軍奈華達號戰略核潛艇 攜帶上百枚核彈頭現身關島 2022年1月15日 美國海軍最重要的戰略資產之一的 俄亥俄級奈華達號核潛艇 十分罕見地現身關島的美國海軍基地 美國海軍當日發佈了一份聲明 指出奈華達號核潛艇出放關島 反映了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承諾 而且,與美國戰略部隊舉行了很多演習、運作、訓練 與軍事合作行動,相互相成 以確保美國戰略部隊隨時準備勇於全球部署 內華達號戰略核潛艇於1986年進入美國服役海軍 配備20-24枚三叉擊2型彈道導彈以及上百枚核彈頭 這是美國戰略核潛艇自2016年以來首次停靠關島 也是自1980年代起,美國海軍第二次公開宣布核潛艇出放關島 在內華達號核潛艇之前 美國賓夕凡尼亞號核潛艇曾於2016年停靠關島 核潛艇是美國三位一體的重要戰略資產之一 其他兩項戰略資產為部署於發射井中的陸機彈道導彈和B-2、B-52等戰略轟炸機 核潛艇被視為潛在於核大戰爆發之後 存活率最高的核反擊力量 美國現役擁有18艘外賀外級核潛艇 其中4艘被改裝成攜帶巡航導彈的核動力潛艇 其他14艘核潛艇配備三叉擊彈道導彈核彈頭 CNN引述軍事專家的說話 由於中國軍方對台灣的軍事壓力持續加大 美中在台灣問題上的對立越來越明顯 再加上北韓近來頻頻試射彈道導彈進行挑釁 華盛頓通過內華達號核潛艇出放關島 就可以向北京和平壤發出一份無聲的聲明 而正正是北京和平壤無法做到的 這是有意無意間傳遞著一個信息 我們可以將100多枚核彈頭停放於你家門口 而你可以完全不知道或者無可奈何 反之他們做不到或者很長時間內都做不到 CNN引述 美國前核潛艇艇長現在是華盛頓 新美國安全中心研究員托馬斯·舒加特的說話 美軍航母和兩棲攻擊艦編隊同時延伸南沙附近 美國海軍協會網站2022年1月15日報導 卡爾文森號航母艾塞克斯號兩棲攻擊艦 珍珠港號登陸艦 波特蘭號船奧運輸艦 尚普蘭湖巡洋艦 麥克爾麥菲號驅逐艦 和杜威號驅逐艦 當日先後在南海地區進行了演練 此外 美國海軍另有驅逐艦 奧海恩號也隨著艾塞克斯號一起行動 參演船團並在南沙群島附近 接受約翰埃里克森號 艦隊遊船和阿倫 借潑德號彈藥和肝貨補給艦艦的海上補給 以資夫名義成立的北京大學南海戰略勢態感知平台 2022年1月15日發布消息稱 根據衛星捕捉到美國海軍卡爾麥菲號航母 打擊大隊的驅逐艦和巡洋艦影像判斷 美國卡爾麥菲號航母打擊大隊 已航行至南沙群島以北海域 自1月11日經巴拉巴克海峽進入南海後 美航母一直圍繞著南沙群島機動 並於同日由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的 美海軍埃塞克斯號兩棲戒備群開展聯合行動 南海戰略勢態感知平台 在2022年1月17日發布消息稱 美軍艦載運輸機CMV-22B的軌跡推斷 美國海軍卡爾麥菲號航母擾過南沙群島機動後 1月16日已由文都內海峽離開南島 與此同時 東海方向美國海軍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 1月14日由座勢保出港 1月16日已行駛至沖繩附近海域 南海戰略勢態感知特別提到 接下來美軍在西太平洋活動的一個航母打擊群 和兩個戒備群將會進行進一步會合 進行1加2聯合演習 美航母南海活動頻次增加實戰意味加強 2021年包括羅斯福號、尼米茲號、列根號 和卡爾文森號在內的美國四個航母打擊群 累計10次進出南海 活動強度較上一年同期幾乎翻倍 兵力配置較2020年的三個航母打擊群進一步加強 活動期間注重加強和其他艦艇、轟炸機 和加油機等海空兵力的聯合演練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主任胡波表示 美航母打擊群進出南海的次數大幅提升 2021年美航母打擊群先後10次進出南海 而2020年是6次、2019年是5次 胡波分析 以往美航母在南海的活動有例行公事的成分 主要任務是威懾 近兩年特別是2021年 美航母在南海的活動內容越來越多 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具有複雜性 是由演練、威懾、巡航 到一般與其他國家聯合訓練 一系列的全頻譜行動 2021年 美軍航母在南海活動的其中一個新特點是 行動變得突然而且規律性降低 經常是快打快收 幾次想已經回馬槍 實戰部署的意味顯著加強 例如在2021年10月24日到11月7日期間 美軍卡爾文森號航母兩進兩出南海 在南沙群島的周邊機動 並在關鍵海峽快速穿梭航行 二次針對在南沙演練迂迴包抄戰術 這樣的戰術動作十分罕見 胡波認為 美航母在南海的活動針對性越來越強 這兩年 美軍航母打擊群 有意地突出了它行蹤的不確定性 和規律性下降 在南海經常都是快進快出 也不會在裡面長時間逗留 這樣實際上 是帶有非常強的戰爭準備 和推演的成份 也包括作戰概念的驗證 2021年 美軍航母越來越重視 是菲律賓群島之間的通道 進出南海時 巴士海峽的使用頻率反而降低 實際上是演練極端的情況下 航母打擊群的生存作戰應用 實戰演練意味顯著加強 胡波分析 2021年 美國大幅度加強對菲律賓群島水域的利用 由菲律賓南部的群島水域中間快速進出 由戰術角度來說 在對抗時 航母的最佳位置不在南海 而是菲律賓海 或者在南海附近的邊緣區域 如果進行戰爭部署的話 實際上對中共的威脅更大 以上節目內容由大紀元專題報記者東方號提供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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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支持